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没过来 没过来之后后来我就哇 就慢慢走过来玩 后来就不行了 一转风向那个一过来哇 鼻涕眼泪都下来了 就那个时候就走了 我看了十二生孝之后我就觉得成龙大哥是华人电影史上最卖命的演员 非常了不起的动作演员 谢谢你吧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也想拍《沙滩漫步》在床上跟那个人谈谈情 说说爱 好像房主民这样跟那个薛海奇 我酱牛赚钱多好啊 我不行了 第一没人请 第二呢 我们很坦白 我们的特技片呢 或者是歌唱片呢 都拍不过美国人 要么你就是拍一些叫local电影 我就是给本地人看的 那很多人 我自己一拍呢 如果这部戏是国际性的 我就要跟他们去比 就是可以有一个比配 但是 如果去拍一些科技 我拍不过他们 我只能是拍这种片子 那他们才认同 啊 我们没有演员做得到 只有他 就这样 我怕针 我怕打针 这个打针我是很怕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 尤其是今天的我 真的没有什么可怕 我活得很开心 很舒服 但是一打针我就很怕 最怕 这部戏你后面看了 给狗咬了 咬了屁股 咬完之后 流血 流了血 他们非要打针 我就很生气 对着他们讲 我不打针会怎么样 不打针我会变成呜呜呜呜 后来说 哎呀 大哥啊 预防吧 或者想了半天 哎 好不好 好不好 一打又打五针呢 哇 很生气 几天一针 几天一针 打针是我最怕的 其他没什么怕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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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